他有曾經去這個上班 那有去買東西 不過他都有全程戴口罩 確診的個案 那兩例是境外移入 那一例本土 那本土個案是20多歲的男性 我們編號是386 那為案195 從美國境外移入的同住的友人 那有過敏的症狀 於案195確診後列為接觸者 進行居家隔離 那這樣今天我們就確診 那這案子他大概是確診了 比較早的一個案子 中間他已經解隔離了 那我們在就是review他的一個相關的症狀 那今天把他就是再找回來再驗 那變成是原來就是驗出來是陽性 這位他應該是在居家隔離期間都沒有問題啦 但是帶他從居家隔離結束之後 那有做自主健康管理喔 那所以他有曾經去這個上班 那有去買東西 不過他都有全程戴口罩 根據我們做自主健康管理的這個 的方式來做 那有關他在公司的接觸的這個的人 我們明天才才會去他的他的公司去匡列 因為今天他們公司也是沒有上班 基本上我想大家知道過敏當然有很多種過敏 那第一個當然比較常見的當然也就是鼻子的過敏 那就是會有流鼻水鼻塞等等這樣的一個症狀 那一般人的過敏 那如果他本來就有過敏現象 那有偶爾就會有出現這樣的症狀 當然通常可能不必特別的擔心 或是需要特別去做篩檢 那可是如果你是有這樣的一個接觸史的話 跟你的居家檢疫或是確診的個案有接觸過的話 那或許你到醫院去 那把這個接觸的狀況跟醫師做報告說明 那醫師會來判定是不是需要做採檢 在紐約的這一方面 那目前我們對於集中 集中檢疫 是有在做思考 那不過你人的地方 也不容易這麼清楚的把它分辨出來 想問一下說 就是因為現在紐約的確診 數是超過了16萬人 那 因為從武漢回臺都會要集中檢疫 那想請問特別從紐約回臺的 有強制有考慮要強制採檢 以及強制集中檢疫嗎 謝謝 那在紐約的這一方面 那目前我們對於集中 集中檢疫 是有在做思考 那不過你人的地方也不容易這麼清楚的把它分辨出來 不過在 武漢那個時候 在武漢最尖峰的時候 相關的一些情況是更不清楚 所以我們採用了集中檢疫的方式 那現在是所有進來我們有症狀 我們就採檢 那有症狀直接送到集中檢疫場所 那採檢陰性之後 那才 送回去 帶到家裡做居家檢疫 那目前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成效 算是還算控制良好